大家好,美国有线新闻CNN今天证实了 美国中情局CIA在索马里的一名雇员 在上周晚些时候在一场未知的行动中受伤 受伤以后做手术没有成功,然后就死亡了 这是周三的时候CNN证实的 这名雇员因受伤而死亡事件 现在说是在索马里的一个行动中受伤的 这个行动具体没有指明,也没有曝光 另外死亡的CIA特工的身份也没有证实,也没有透露 美军也没证实,美国国务院也没有证实,都不对外透露 但是我觉得CNN爆出来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证实了 而且是上周,上周晚些时候的事,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应该是可以解密了,可以对外公布 现在我了解到美军呢,它在索马里一共是600人 不多,而且特朗普还想把这些人撤走 那中情局到底在索马里有多少人不知道 那中情局也好,还美军也好 这600人呢,他主要是跟索马里先任政府 他这个培训他的军队用 而且是打击恐怖主义 600人并不多 我现在通过我的渠道了解了这个事 后面指向是伊朗 这个行动,美国方面是不愿意透露 但是这个事其实在索马里当地是很大的一个事 当地消息传开了 我现在从我的渠道了解的是应该和伊朗方面有关 就是和也门那边 你知道索马里是吧,索马里和也门是很近的 也门的胡塞武装呢,是谁指使的?伊朗 所以CIA在索马里的这次行动呢,可能是针对伊朗 那这次伊朗打死了一个CIA 再联想到现在 特朗普很可能在离任之前要军事打击伊朗 你可以看看现在伊朗和美国 CIA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关系非常紧张 那CIA这次行动呢,我觉得也是 应该是配合着美国打击伊朗行动之前的一些侦查行动 可能被发现,然后被处决 发生了这种交火 具体事件没人知道啊 现在我也在打听 没有打到把打听到具体的消息 只是打听到是伊朗啊,有伊朗背后的 就背后因素有伊朗 那如果是今天我啊 跟你说的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联合打击伊朗这个事儿 如果成真,那我希望大家也要注意啊 索马里,特别北非 这一带 未来中东如果大乱的话 这一带也会加入 特别是也门 特别是也门的这一带啊 特别索马里也会一起参与 那这个中东就是一直从中东烧到非洲了 哎呀 那这个真是大乱啊 所以你可以看吧啊 真的啊 这个是山鱼来丰满楼啊